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紫菜已被选择 请稍后来电 再见 拽什么 不行 您好 我想选择 我直接进入主题 我怕又被有人选掉 我想选猪肉渣 这紫菜已被选择 好 我先挂电话 不能让你有这个 是不是挂电话很丢烈吗 你不在一个坑上栽两次 你好 我知道你是热线电话 我想选择一个 你们现在还没有被选择的东西 请问有什么选择 您看 好甜 美食节目中吃到咸的 就说好下饭 经验所谈 吃到酸的 就说好开胃 吃到辣的就说好丰富 迪哥如果吃到苦的 要怎么表达呢 好轻苦 有点意思 学会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 这什么 他们已经在打了 是不是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我们用点拨打 您拨打的电话 请稍后 请稍后 您拨打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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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这样怎么办 为什么 进不去 谁 您拨打的电话 您好 欢迎拨打吃货热线 您好 那个介绍一下青岛的特色美食 我要打个卡 青岛美食有网割装大馒头 甜末 油炸香脆汁料 墨鱼馅饺子和特色汁渣 请问您需要哪一 特色什么 汁渣 汁渣 是甜末和特色汁渣 就那个吧 甜末吧 好 您确认了吗 需要甜末是吗 对 我确认 喂 您好 您好 欢迎拨打吃货热线 您好 我想要点餐 您好 有什么样的青岛美食 可以选择呢 馒头好像安全 好吧 第一个 好的 我果断选择支扎 另外一个 您拨打的电话 在通话 还在通话 吃个饭 你看一开始就这么难 这是个什么 你选择的 甜末 对 我的甜末 挺快的 甜末 是倾倒一道 极具历史感的食物 虽然叫甜末 却是咸味的 先用新鲜上好的小米 浸泡后 磨成米糊 加入花生米 姜豆 粉条 豆腐皮 和菠菜等辅料 进行熬煮即可 一碗热气腾腾的 甜末 香气扑鼻 早起喝上一口 周身舒坦 刚好没有吃早饭 这一点都不甜 有粉丝在里面 有点辣辣的 应该放了胡椒粉 真的是 口感挺好入口的 王哥装大馒头 王哥哥是鸟嘛 所以就是一种鸟类 王哥就是 哥哥的那个鸟 什么意思 所以我点了个馒头 OK OK 那也行嘛 来了 我的大馒头 谢谢 可以开了吗 王哥装大馒头 是一道青岛 传承了数百年的美食 手工柔 铁锅蒸 劳山水 传统工艺 和专供面粉 造就了高品质的 王哥装大馒头 以其巨大的体积 和松软的口感 而闻名于世 成为一句劳山茶之后 倾倒又一张崭新 而靓丽的美食名片 这是一个馒头 那王哥是他 王哥装是这里的一个地步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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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是要干啃馒头 好的反正 很有面腔 全只好饿 这个汁炸有点像炸的肉油 好吃 我觉得这个拌在 面里汤面里 甚至饭里就是一绝真的 我点便宜的东西 越便宜我剩的经费就越多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推测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 我现在没事干了 突然之间 通了 哈喽 你好 欢迎拨打吃货热线 你好 那个我想点餐 这几道菜都是青岛的特色美食 那我点第一个好了 大馒头 对不起 这道美食已被选择 请稍后来店 再见 别稍后来店 我先 什么 还有这一种事 现在就是稍后 稍后已经到 给我挂了 居然 喂 您好 欢迎拨打吃货热线 您好 您好 又是我 请问您要哪一道 田墨 对不起 紫菜已被选择 请稍后来店 我们前面几个人 快点 我这 喂 您好 特色枝渣 我点 我点特色枝渣 您确认吗 确认 好 对不起 紫菜已被选择 请稍后来店 再见 我是错过了什么 我不想吃枝了一大早 什么 好 您好 欢迎拨打吃货热线 你好 我要点那个墨鱼饺子 您确认识需要点墨鱼饺子是吗 是的 好 那稍等一下 我们立刻问一下 好 再见 再见 那谁 只剩个知了了 谁这么倒霉 知了的 第三个 第三个来 丹翠知了 好 直接通过 第四个 我想选那个甜莫 好的 紫菜已被选择 请稍后来店 再见 拽什么 不行 您好 我想选择 我直接进入主题 我怕又被有人选掉 我想选 猪肉渣 就紫菜已被选 好 我先挂电话 不能让你有这个 是不是挂电话很丢烈吗 不在一个坑上摘两次 您好 您好 我知道你是热线电话 我想选择一个 你们现在还没有被选择的东西 请问有什么选择 您猜 电话费也很贵了 您好 您好 不用打扫 您好 我什么来着 我想选 您好 服务员 不用打扫 谢谢 我气疯了 我要 您好 服务员 您好 不用打扫 谢谢 您好 特色服务 狄哥 我去看一下小丁什么情况 我觉得小丁有可能是知了 做我的吗 到了 我这样子气气她 走 我当服务员送餐 还要像鱼一样走 这不她点的餐吗 我偷偷看一眼 您好 特色服务 你这什么花瓶底吗 我是一条鱼 你还在订餐吗 对 都没有了 那让我打什么电话 我送来的餐 有一份是我的 有一份是你的 那我先 别选了 这份是你的 不开玩笑 饺子在我这 这里不会是打资料吧 怎么会呢 我没看 我不知道是什么 你呢 资料 你张脸这应该是资料 一起吃 快点吧 我快吃完了 等会儿你再告诉我 这东西会爆浆了 我不知道 我也也不敢吃 其实我也不知道啥味 没人吃这东西 我是真的不敢吃 我没有在开玩笑 好 有芥末 好多 压芥末 来 等一下 哇 压一下 用心了 真用心了 压一下 压一下 来 来 来来来 好好好 你不要这个 我在这大口大口地吃干嘛 完了我另外一个不敢吃了 这个也有 怎么办 三个有两个有芥末 压一下 来来来来 我三个饺子都吃不完 你刚才以为三个饺子很方便就吃了 我这一碗 这么办 我都不知道哪个好了现在 怎么这么狠这节目 哪个鸡胃我吃哪个鸡胃 好好好 你身在哪里 好胖 有人拍照在这吗 这有一家人住在这 这住了知了一家人 小丁你至少 可以了没问题 你跟我一样三个好的 的一倍六个吗 快吃快吃 哎呦 哎呦用歌声的压住他 就是不这么下不去哈 抖下去的啊 哈哈哈 好吃吗味道 哎呦好香蕉有炸海虾哎 一锅端了 哇小丁好厉害啊 可以走了啊 恭喜你已经完成八道清早美食的任务 接下来你可以穿上特制隔离外壳 我准备出发领取神秘经费 今天的任务 是吃 谢谢 好 先吃先吃 真饿 真是饿 各位老师 这是我们的海胆水饺 是由新鲜的海胆黄 加一点点的猪肉肉馅 这个一口下去的话 满嘴大海的味道 陈哥虾水饺 它的皮是由菠菜汁和面 然后里面是韭菜猪肉和虾仁的 哦 韭菜猪肉和虾仁 陈哥霸鱼水饺 霸鱼的 那黄的是什么 黄的是黄花鱼水饺 然后它的皮是用南瓜鱼和面 那个馅的话是用黄花鱼加少许的香菜 这个是满嘴爆汁的 然后这道是我们的墨鱼水饺 它的皮是用墨鱼汁和面 然后里面的话是墨鱼肉 Q弹 哇 其实提起青岛美食 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 海鲜 品山川 烹大海 青岛的美食文化 起源于一朵朵浪花 并随着一朵朵浪花 传播到世界各地 而在所有青岛的海鲜美食中 海鲜饺子绝对是不二的顶流 从虾仁 霸鱼 蛤蜊 到小众的海胆 海参 鲜活入线的海鲜 被青岛人赋予了 实验艺术般的大胆前卫 简而言之 青岛人对饺子的热爱流光溢彩 完全可以把整个大海包进饺子里 真是试吃 试吃装 真是 来吧 开动了 来吧 好歹也算完成第一个任务了 快乐快乐 好吃 不错 好吃 很不错 我们要来一颗 多吃 霸鱼好吃 我吃好多 我现在都有点燥了 您这个气质就是老板 您 哎哎哎哎 technically 注意啊 注意啊 我是对的啊 您啊 您想吃什么 哈哈哈哈 俺想吃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老板 您能给俺来一份韭菜肉锅贴吗 好的没问题 油锅扇贝 好的 好的 好 好 我结束 我结束 你确实结束了 蔡刚点完 她结束了 蔡刚点完 我们所有人都结束了 十块钱都花在你身上了 冰冰 两次机会 冰冰 十环节整个结束 天哪 我告诉你们这家店真的非常好吃 都好鲜 来来来 吃吧吃吧 有五个饼 这个是 这是他们这儿的一种虾酱 墨河蘸葱 墨河 是北方沿海地区出产的一种小海巷 个头极小且鲜味浓郁 不需要过多调味 只需加入少许葱花铜炒 出锅后 配以甜葱 蘸着鲜香浓郁的墨河 那叫一个爽 这道菜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渔民菜的原始风味 好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一进嘴里虾酱的味就散出来了 它有肉味是啥 虾 它虾酱也没有很 没有很咸 对 不会很咸 但是很咸 你要加上那个葱 就有一个小的辣味 就是很配 我们走吧 大家好 这么多的海鲜 鲜 好丰富 好多 帝王蟹 活的 果然一家比一家厉害 这个 这个 没吃过 此刻 吃一份 好 谢谢 好 谢谢 原味小牛排 谢谢您 小罗 喝汤吗 可以 这个 本人可以喝汤 这个 吉哥失败 我人可以喝汤吗 谁 本人可以喝汤 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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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建议导演组捣乱 退钱 退五块 自己回去听音频 退钱 捣乱 不止一两次了 一直捣乱 退钱 五块 五块 高低退的三块钱 谢谢 太棒了 点好了 去餐厅等待 紧张此案了 好 压力太大 有点紧张 我一看您讲话 我就有一点紧张 大了 康师傅果汁饮品 清润每一刻 谢谢我晨 康师傅果汁饮品 这么爱读 读这里 大家 可以继续聊天 不行 错了我们 给五块 给五块 对了 给五块 我有五块 我有五块 五块不够 我要七块 你要七块 对 刚刚赚了两块是吧 对 再给五块可以的 老天爷 太离谱了 好 欢迎大家来到第三家餐厅 新富盛大观酒店 请工作人员上市吃菜品 和咱们的特制餐具 这是我们家的特色产品 周兴公 刘亭猪蹄 最近已有160余年的历史 打卡费味的那个老青老炸肉 最适合搭配 清润每一克 康师傅冰糖雪梨 冰糖青雪梨润 让您的舌尖放肆的开吃 请各位品尝 好 谢谢王先生 谢谢 好大一份 这个也是食材套餐 对 没有真的吗 还是这些筷子吧 好 谢谢 这位男士 好吃 好吃 好甜 美食节目中吃到咸的 就说 好下饭 经验所谈 吃到酸的 就说 好开胃 吃到辣的 就说 好丰富 迪哥呢 如果吃到苦的 要怎么表达呢 好轻火 有点意思 学会了 好下饭 这不用吃吧 那是配菜 牛肉好吃吗 好吃 很鲜 结束了 可以上其他菜了 哇哦 抱头响锣 请慢用 看着不错的样子 想吃 看到菜了 朋友们 这是咱们在这么多餐厅看到的第一盘菜吗 看了三家了 朋友们 太难了 五 四 怎么样 尝尝 怎么样 正在吃呢 给大家转过来 不客气 响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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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头上这个 可以听 海的声音 拿起来 我头上你要听吗 小冰 谁头上 不用上了 不用上了 你好 不用上了 接下来的菜我们会打包给工作人员吃 你们这家餐厅失败 下一家在哪儿 远吗 四 来 来 尝尝这个 冰冰 水煎包好 水煎包 什么的 红烧肉 这个看起来有点意思 海肠配炒米 炒鸡 尝尝这个 此乃何物 这是个摆盘吗 哇 馒头必须得吃完 先拿馒头开始配 来来来来 真完蛋了 从车上唱那个错 就错了 还冒烟 注意言论 绝对好 肥而不腻 红烧肉 好东西 也是包子 收支收得非常完美 嘴皮 我嘴剔 好 失败 我都当你的嘴剔了你还 救命 生物可怜了 我现在还要去你 你现在内心什么感觉 我内心变得很快救 怎么样 你们还需要机会吗 还有钱吗 我吗 可以收吗 可以吗 还有机会吗 写签条 签没事 五块钱可以签 五十这能是 五十它不是五块 五十 五十也能签 可以 我们一人欠十块怎么样 可以 每人欠十块 你们自己签名 好 可以 以上人员 贡献节目组吃货达人 打卡吧 五十元人民币 我们一切以白纸黑字协议为准 好不好 大家都同意了 可以 所有人都同意了对吧 同意了 同意吗 挺好 这是怎么意思 等一下 我看一下可以吗 我们之间的信任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怎么会上 我就是往 我照抄的 上面是什么 我写什么 我也是抄的 行 挺好 如果真的要我承担的话 我愿意 我是写什么 我是写什么 好离谱 不是难道不应该吗 现在正式开始 你评价一下刚刚你吃的这个 正式开始评价还是正式开始玩那个游戏 都开始 都开始 实话 这个量挺足的 很扎实 馒头配红烧肉 感受如何 肥而不腻 嘴啼嘴啼 吓我一跳 又多说 我一个 我一个人承担了五十块钱 哥哥 这会来了十秒钟吗 不如 来 那个 往外走是不是 隔壁 再起一个欠条 五百 那个地方可 五百了现在已经 有点多了 太多了吧 也 海洋怎么决定 哇这个人还在那里直气壮的吃着 好像刚刚的事跟自己没有关系 这个真的推荐 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儿落定 五百 我花五百块钱买一次机会的 怎么样 五百元买个机会 去 帅气 接下来就请工作人员点菜 特色炒鸡 鸡汤老豆腐 山贝柱炒脆瓜 毛骨菠菜 这些菜的上菜速度怎么样呢老板 因为我们 好 不用点了 我放弃了 下个地方 是不是很震撼 三个餐厅了 我们已经是累了 真的累了 而且我吃的最少 我还走了路 转场最多 太阳下暴晒 你也五百 不断的遭受身体跟精神的折磨 我不坚持了 我可以换场地 换场地更麻烦 要出去找餐厅 我自己在外面走 是吗 行吧 行吧 来 写签条吧 这次不写了 直接转就好了 该我转了 好残忍 好残忍 那前面两位的账笔是轻点 现在就轻 轻点 轻点 哈哈哈哈 错过了啊 上菜了 菜来了 菠菜拌毛蛤蜊 是许多当地人都很爱的吃法 将毛蛤蜊煮熟包肉 加点盐和蒜泥 和菠菜放在一起 凉拌即可 二折搭配在一起 满口都是清爽鲜甜 来 来 快快快快快快 炸 炸 governance 好香 夹块肉 胡椒肉 配馒头 绝配 出 胡 芥末 一大口好辣 来一口 这么辣 很辣 真的 是 炒鸡还没上吧 在嘴里的 成 其实这次这世家中你们挑的对吧 对 真挺好的 我们一定会再去的 观看他菜单的一些品相什么 就知道他们家一定会很好 而且我们试吃的时候觉得很不错 哇塞 这里居然有一个吃鸡架的店 哈喽 你叫什么呢 杨迪 杨迪 是 杨迪 你最崇拜的了不是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叫孙宝航 他叫孙宝航 是不是 想起来没 好像见过来的店 是不是 阿姨 是不是 那我们就来一份鸡架好不好 你来点 鸡架就可以 就鸡架哈 你是在这上学还是 对 我是在这里上学 你是本地人还是 我不是本地人 但是我经常旅游 经常旅游 经常旅游 对我是东北 经常在这边打探 对对对对对吧 对 鸡架 这是鸡架 哇 侯米平看到的样子不一样 这好像是烧的 嗯 嗯 哎不错 但它这个鸡架完全跟我们在沈阳吃的不一样 不一样 主要是 它吃这个鸡架吧 它不主要是吃肉 而是要享受这个缩它的过程 对缩了它上面的汁哈 才是真的这道美食的一个灵魂 天哪你们已经打完了 打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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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鸡架菜尝得快 先赶紧吃吧 先吃吃吃吃吃 先吃吧 谢谢 来来来来来 他们说是店里招牌 椒麻小海鲜 当海鲜遇到了辣椒 青岛菜又多了新口味 和川菜的麻辣不同 青岛的椒麻小海鲜 少了浓重的红油 多了麻椒的香味和口感 种类丰富的本地实例小海鲜 加上一勺椒麻汁 净人进各类海鲜的硬壳里 每一口都鲜嫩麻香 叫人吃得停不下来 好 再拿一个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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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鱼 好脆啊 好吃吗 就麻椒放得多 它有点麻麻的感觉 嗯 很香 它那种脆不是那种 像科技过的脆 这是鲜活的 它会比较很鲜的那种感觉 哇 在中间还有饭呢 谢谢 来来来来 尝一下吧 尝一下吧 一碗海肠捞饭 把鲜美发挥到了极致 新鲜的海肠 棍着肉末 翻炒得软烂 颗粒分明的米饭 被汤汁浸润 脆嫩的海肠 在口中展现美味 一碗下肚 满满都是幸福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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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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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鲜 都鲜了 想吃什么 酸辣霸鱼丸 就这家的是不是 对 还有 还有 还有啊 海鲜毛血旺 酸辣霸鱼丸 海鲜毛血旺 菜听着都挺硬 还有 还有啊 海胆 不记得了就算了 海胆虾酱炒粉条 钱还够不够 哥有钱 点起来 随便点 随便点真的 我有很多钱 OK了吗 点的什么 好漂亮 你点的是真会点老板 蒸汽海鲜锅 哇 好会点 多宝鱼 只有多宝鱼 多宝鱼有型提示 它不是88块钱一份 它是88块钱一斤 现点 现撑 这边的多宝鱼 一般都是五斤起卖 先把这边算一下多少钱 刷7 2 我的天啊 真的要进 进入一个警戒线了 来 爹爹们 nice to meet you 好了 聊点正事 能把那个徽章给我先拿一下吗 吃完饭怎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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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饭再说 都是人家都有 有新来之后到的 这年轻人的防范也是多强 舌头没有尝到那口菜之前 不会给我喝饭 都这么做的 都是这样子的 做得好 我们这这么快的 就等我一声令下 就往外端是吧 海鲜毛血旺 大鱼丸 海胆虾酱炒粉条 蒸汽海鲜锅 只有多宝鱼 来 我们吃 来 吃吧 好臭啊 还是配上这个酸菜的一个汤底 还挺特别的 酸辣鲍鱼丸 青岛有句俗话说 鲍鱼跳 丈人笑 这句话足以体现青岛人对于鲍鱼的喜爱 鲍鱼的吃法有很多 鲍鱼丸子是青岛人最常吃的一种 剁得细碎的鱼肉 用清汤逼出鲜味 再服以香醋胡椒粉等调料加持 吃进口里滑嫩松软鲜爽无比 哇 好重 哇 会点 会点 我的隔离会上呢 哇 就那么 太突然了 好吃 好吃 我们为各位准备了不同的晚餐 咱们的嘎啦王是可以吃上面所有的美食 而其他的人 你们的食物就是你们面前的嘎啦 真的假的 每人一盘 我说呢 这不是奖励吧 我好喜欢吃嘎啦 我也挺喜欢吃的 为了希望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些美食 我们邀请到了青岛市饭店和烹饪协会 第七届理事会会长杨延老师 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些美食 有请杨老师 好 杨老师 好 杨老师好 你好 谢谢 本家本家 杨老师你好 你好 来 杨老师坐 很荣幸啊 我们今天来青岛享受这个大餐 这都您熟悉的菜肴对吧 对 这是青岛本地的特色菜 在这里面的 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有没有哪个必吃的 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这个呢 就是青岛 我们随口流说喝啤酒吃嘎啦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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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行 大家可以都尝一尝 我们可以吃是吗 只要葛牛王允许 你们就可以吃 我允许啊 大家一起吃吧 来吧 早安 我都进去小山了 真的是 这个蛮好吃的 这个是 我们牢山本地的一个土菜 牢山菇对牢山鸡 牢山蘑菇对牢山鸡 是青岛牢山的代表菜之一 先用当地一年内的小公鸡和牢山菇 用高汤炖制而成 在即入口鲜嫩 牢山菇口感爽滑 汤浓味鲜 营养价值极高 好鲜 肉也很好吃 好好吃啊 好像这些做法都是非常传统的那种 都传统的 既有既法 这里面大虾烧白菜 这也是个就是说家常的做法 大虾烧白菜是一道经典的焦东海鲜传统菜 食材要选用海埔大对虾和焦州大白菜 先将虾段煸炒至变色 然后放入白菜进行翻炒 简单的调味就可出锅了 这简单的烹饪技法将大虾的鲜香 完美地融入到鲜甜的白菜中 是白菜吃起来比大虾还鲜美 这个也是青岛清明的菜 这个菜呢 这叫松烧海参 因为青岛和这个传统的菜不太一样 它相对先清淡一点 所以它的这种着色的菜基本就是松烧 感觉这个海参也有特别处理过 它塞了很多干贝吗还是什么 这个是酿的馅里面 这个还是有工艺的 有些技法在里面 这好吃 一个组获得了第一名 你们可以获得我们的一等套餐 不倒翁灰式红烧肉 大杂烩和灰粥刀板香 谢谢 第二名的可以获得我们的二等套餐 碗北油茶汤食堂驴肉烧饼 第三名的小丁也可以获得我们的三等套餐 臭鲑鱼 你好喜欢 对 他今天说了一句 他说他不喜欢吃臭鲑鱼 他没吃到好吃的臭鲑鱼 接下来有请安徽省烹饪协会监市长赵正松老师 为我们介绍安徽美食的文化 来 有请赵老师 来 赵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 赵老师帮我们介绍介绍吧 今天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安徽菜 介绍这个臭鲑鱼吧 臭鲑鱼 这个鱼呢 掉了黄山去卖 但是走到那个郭村的乡的地方呢 下了个大鱼 暴雨 没办法走了 他就把这个鱼呢 就是麻一层鱼 然后撒一层盐水 七八天以后呢 鱼栽二红的 发现这个鱼鳞它不落 就微臭的感觉 但是也不是很臭 臭鲑鱼 作为灰菜的代表之一 历史悠久 别具风味 鲑鱼享用肉质肥美的新鲜鲑鱼 经过腌制和发酵 使得鲑鱼的表面呈现铜绿色 鱼鳃发红 红烧烹调后 依然能够保留鲑鱼的新鲜美味 入口唇滑爽口 鱼肉酥烂 臭而鲜香 你吃了吗 为什么没有觉得臭啊 吃起来不觉得臭 它是很咸香 对 咸香的 它只有闻到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 好吃 蛮好吃的 就闻到时候吃着很香 对 这时候是个刀板香吧 既是有个名人 叫吴宗献 冰锅上书 他来设计去看他的事物 那事长就给他做了全肉 刀板香 刀板香 顾名思义 它的精髓便在于刀板流香 去自然生长的香章木 与腌制后的猪肉一同烹煮 香气混合到蒸汽中浸在肉上 即使肉有了张木的芳香 也带走了咸肉的油腻 辣香 柔和着淡淡的木香 妙不可言 刚切出来的趁热吃 来 来 木子 香 对 有点下饭 他非常下饭 我就是因为刚刚吃他第一口 一吃我就想要米饭了 他特别搭配主食 我感觉一片就可以半碗饭下去 远远的就勾起了我的食欲 这个红烧肉看起来真的特别好吃 那两个 那个沙汤好像也是 那不是沙汤 那是叫碗北油茶 那里面有花生 面筋 千丈 猪骨髓汤 驴肉烧饼 千丈浓肉 地下驴肉 浓肉的时候 但是驴肉在人间肯定是个美味了 你们将上升至不同的高度 在对应的高度下品尝美食 我们也为你们准备了特制的餐具 有大勺子 小勺子和叉子 现在请第一名的狄哥先选择你的餐具 都差不太多好像 叉子好用点 叉子好用点 叉具因为 叉具 叉具什么东西 叉具就跟他们拉开叉具 用叉子 就这个 这个 小丁想选择哪一个 小勺子 他有小勺子 莫不过是个傻子吗 我想看看有多小 甜品烧 我以为是桃丸烧 那搭搭组就是大勺子了 谢谢 好 我们每个人前面有三道菜 蒜香凤尾虾 灰粥文火小牛肉 和辣味扣瓷 辣味糍粑 是合肥人年夜饭必吃的菜 他想用辣肉肠提前蒸好 将糯米饼煎至两面金黄 再把辣肉扣在糍粑上 一口咬下 表面焦脆 辣味咸香 好 各位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就要上升椅子吧 好的 哦 你看慢慢起来了 好酷 哇 下面还有一斤起来了 哇 这都不够长吧 哇 不行 啊 不行不行 这晃他都不行 他不行 没有晃啊哪有晃 我体重比你重一些 哇 西冰冰西冰冰头要埋到那个灯室里去了 不是 还在升呢 保险买了吧 真的差不多了 救救我 哈哈 哈哈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差不多了吗 我差不多了 你先看一看我们 你差不多了 好我们可以开始品尝自己面前的美食了 可以吃了 用餐 我吃虾 我吃牛肉 我吃虾 你吃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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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居然黄 哈哈哈哈 哎呀 成功了成功了 来来来来给你给你给你 可以可以 我不能动 我不能动 我不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大哥我的味道嘴边了 啊 我们这是观景台的感觉 看表演 来来来 等一下 等一下 哇好晃 我感觉我要往前扑过去了 你没有动过 你没有动过 真的 没动吗 你真的没有动过 你相信我 哇 别往后仰 好 冰冰这样吧 你如果能够到一块菜并为达达吃掉 我把所有人升到最高高度陪你 好可以 你这一说我来劲了 好迪哥 迪哥 好漂亮 好的 这个这个 虾好拿 虾好拿 是什么虾好拿 哪里好 哪里好拿 来 可以 他来劲了 他 他打不到了 不死 不死 我上不凉 我上不去 我上不凉 作为节目的吃货 不仅要爱吃 更要给出精准的评价 和生动的形容 现在请你们各自说出一个美食的不同的感受或者评价 我们就把椅子放到最低了 我现在可以开始吗 我拿到了已经 非常好吃 先把杆子 非常好吃 先把杆子 对不起 真的吓人 又甜又香 然后多汁 好的 把蓝挑战成功 我知道了 这个番茄很甜 很新鲜 皮薄 飘香 好的 小葛刚刚也吃到了 我吃的虾仁 这个虾仁 这个虾仁 很嫩 很香 很新鲜 很甜 又香 很新鲜 又甜 又香 那我就喝个鲜果橙吧 你怎么拿到饮料的 勾上来的 这么厉害 怎么拿上去的 这么多绝活 好厉害 那反正我先喝嘛 喝完之后 我觉得他非常有很多的 反正就是有很多橙子 很好喝 有很多果汁 感觉到了阳光 感觉到了鲜 感觉到了滋味 感觉到了康师傅对我们的爱 把我们的小丁放下来 行 你试一下宋慕子 咱们只要瞳鲜是不是 咱俩就是不动的 探障物 是不是 明白了吗 不然我在晃 如果我是静止 你就是动的 那我就疯了 在门头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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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口即化 话口话口即入 哈哈哈 迪哥来说一下吧 嗯 好你个词吧 哈哈哈哈 这词吧 很像我上小学那会儿校门口 在阿婆那麦当瓷疤的感觉 它不仅是 记忆中的味道 而且让我回到童年的感觉 又香又酥又脆 然后每一口都非常有嚼劲 咬一口 阿婆 是你吗 阿婆 真的有那种感觉 让我下来见阿婆 好 给迪哥降椅子 大关随碗 我不知道现在大关随碗是什么 但现在我浑身出汗 我现在是个大关水娃 两位在这里要品尝的美食 就是安徽同城的特色水碗 水碗 在当地有着无水碗不成席的说法 扯骨肉又是水碗中颇具代表的一道美食 风味独特 工艺烤旧 扯骨肉制作时 顺着肉的纹理扯成块状 口感上鲜嫩爽滑 肥而不腻 请你们从大中小三分钟选择一份吃完 吃完我们就可以发布这一轮的任务 小份小份 吃这个吧 不是 我我不确定我们会不会再被打回去 所以是先留点味 那么不安心 我多吃点 不安心 也行 那听你的得争份呢 争份不会错 很好吃 很好吃 它的肉质非常松软 所以它里面非常多的汤汁 所以不会很柴 而且它的肉上有点类似于筋的东西 就是这个 这些筋膜非常弹牙 所以它的口感也非常丰富 而且它的汤底的味道 是那种鲜的味道 还蛮不错的 这道汤匙固里 对大家推荐黄山双石 就是石鸡跟石耳 石鸡是蛙类的一种 这一道汤品的话 它里面也是有石耳的 石耳的营养价值较高 固里双锈 双锈就是臭鲑鱼 红烧臭豆腐 这个是毛风虾仁 龟粥酱猪手 香菜拌凑干 特色一品锅 这个呢就是本店招牌必点的 无山贡鹅 无山贡鹅历史悠久 元系朝廷贡品 是安徽的一道传统银菜 因其产自合肥无山镇而得名 经史氏秘方 录制的无山贡鹅 色泽清正 香气浓郁 是当地老少咸宜的美食佳品 这是我们店为大家推荐的 康师傅鲜果成打卡套餐 康师傅鲜果成配无山贡鹅 知爽解腻 天天好喝 欢迎大家打卡 我来吃这个双臭 重口味 那我要赶紧先拿一块 好好吃 这个汤可以 对12汤来一个 这汤才有点毛肚的那种口感 确实今天吃得非常之丰盛 经过一天的对决 我们恭喜今天最终的冠军 谢冰冰 真的感觉很荣幸 可以在我们这么一个优美的环境 这么优秀的一个节目组和优秀的各位老师 都在场的时候得到这个冠军 我觉得非常荣幸 然后也非常珍惜这次可以继续录制下去的机会 要不这样先等这个东西咳完以后我们再来一遍 没关系 伴奏特别好 特别好 我希望 接下来的日子 我可以跟各位老师相处得特别开心 特别是小丁 怎么突然 为什么是特别是我呢 对就是我希望今天这种关系可以一直继续下去 你跟我说清楚了 今天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到底是什么关系 越讲越恐怖 交换了彼此一颗真诚的心 真诚的心 我挺开心的 然后二位也别难过 今天晚上的车都订好了 没事没事 对确实你们略逊一筹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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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不负众望成功赢得了今天的胜利 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吃货达人达卡巴 第四位常驻嘉宾谢彬彬 欢迎彬彬 来 恭喜你赢得了我们一会专门为你准备的欢迎仪式 太好了太好了 谢谢谢谢谢谢欢迎谢彬彬成为吃货达人打卡巴 常驻嘉宾 谢谢谢谢 接下来我们就公布今天我们真正的赢家们 其他五位成员 耶 我希望我们的这段关系能长存 不要这么看我 我希望这种关系可以一直继续下去 谢彬兵现在整个人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就是小红花最多 对吧 对啊 然后我吃了一些饭 其实在今天正式录制之前 其他五个人 他们密谋开了一个会 那要不就为人的活 让他第一吧 可以 我们把第三轮写第一 慢慢第一 总的来说 今天就是造假的一天 他们将会预言 你在今天每一轮游戏里的排名 只要他们预言有两轮以上成真 他们就可以提前下班免受惩罚 在这三轮的对决中 你猜他们预言一共成功了几轮 零吧 你觉得你每一轮都很努力哈 我觉得没问题啊 大家平时不都这么玩的吗 那说明可能你不止这一期下个笑话 啊 哦 开歌词你想象吗 会预测你得第几名 我觉得你们会预测我们得第一名 凭什么 就我在上面表演的时候你们蒙蒙就啥 给各位准备了合肥四大名点 四大点心是马饼 烘糕寸金和白切 马饼是中国传统名点 风味可口 表寓意吉祥 烘糕以米粉为主要原料 它的特点为色洁白 酥脆可口 清香味美 白切的特点是乳白透明 片薄甜脆 这个好吃 没有芝麻的是烘糕 比较透明的有芝麻的是白切 寸金是安徽合肥四大 传统名点之一 形似笔杆粗细 长约一寸 顾名寸金 寸金难买 蹭光阴 好了我已经吃掉一个光阴了 这个好好吃 这个有点像 你说麦芽糖 因为有芝麻提香对吧 这一看就是那种古法的那种做法了 有年头的感觉 小时候吃的那种 迪哥你吃过吗 就在一个圆盘上面那个 糖 去画 糖画 糖画嘛 糖画 糖画跟这个有啥关系 都是糖 你脑回路好远 他怎么能录两期请问一下 从土菜馆 只要你走出家门 就已经陷入了土菜馆的包围 它们屹立在各个居民楼附近 在十部一个店 五部一个部的情况下 每家土菜馆都常坐无屈席 因此土菜馆也是和非人的代客之道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美食专家费老师 费老师 欢迎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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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菜好多 哪个最值得推荐给我们 费老师 这种菜 都是特别安徽的各个地方的特色菜 每一个区域产生这么一个菜系 晚兰的菜 也有晚白的菜 也有营养的菜 像我们看到这种 又有点像一品锅那种 这就是一品锅 在安徽人的眼中 总有那么一道菜是鲜美无比的 它凝结了众多食材的鲜味和口感 精心挑选的食材一层层围叠起来 文化慢炖 使其油而不腻 烂而不化 热而不烫 保持了色香味的完美结合 哇 真的 这还煮了一个 那是什么锅 尼丘挂面 合肥人吃尼丘是安徽一绝 民间有天上斑鸠和里尼丘的美艳 尼丘肉质鲜美营养丰富 既是美味佳肴又是益寿补品 让尼丘挂面吃在嘴里 回味在心头 既解馋又爽口 哇 好想吃 这个肠子 肥肠配的下面是毛豆腐还臭豆腐 臭肝 将来是臭肝 实际上是通过高温油炸以后 它产生的香味 香味正好 把这个猪的内脏 这个大肠 汇成了一种 盖香味 这里还有一个盖着的 这是什么宝贝 一味清欢鱼头泡泡 鱼头泡泡 你看 哇塞 瞧瞧瞧瞧 好香 这巨香 我天哪 到这也闻到香味了 鱼头的脚质 很多 它通过这个高温以后 把脚质分发在这个鱼汤里头 天哪 鱼汤里面的脚质营养也好 对身体体肤也很好的 这个鱼头汤呢 把饭里面一泡 叫鱼头泡饭 好 现在可以开饭了 自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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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好吃 这个还挺好的 它里面还有沙滑 这不是要棒开车的调料 就很鲜 那我最近这个好了 肥肠搭配这个臭干子 下面的臭干子一绝 而且它里面还夹了一点肉末在里面 它收汁收得非常之好 就完全没有臭味 超好吃的 这个饭好好吃哦 这个鱼头真的很好吃 就是我以为它这样煮着会很柴 但没有 我挑了一大块肉 然后整块肉都算真的 非常的浓稠 它这个鱼汤 肤子老师要帮你把这个鱼做 我这里来 这样下一盘你们先去 我把这个鱼搞掉以后 你决定在炫完 找你们 鱼眼 这个鱼真的 有人洗食面食 有人快米饭 而蛋饺却是每张餐桌上 都不曾动摇的保留菜品 无论是年节时分 家人为座 对着一盘金黄的蛋饺垂前 还是临时来客 匆忙盛上一叠蛋饺 以示诚意 好像这道菜 总能轻松拿捏 男女老少的胃 那这位姐姐主打是什么 你们家 主打是肥肠 有菜盒子 还有干炸肉 干炸肉 感觉包括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小吃哈 正在 还有什么 九菜盒子 我们咖啡的安慰的传统手艺 传统手艺 韭菜盒子是传统手艺 很大 他们这都是这么大一个 好我们 有机会来照顾一下你们家生意好不好 好嘞 那姐介绍一下你们家这个糖醋排骨 哈哈 他们家主要是生煎 对吧 生煎 生煎 我们做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哇 哇来了重头戏 谢谢 谢谢小丁 哇 安排这么好的龙虾给我们还有这么好的环境 而且这会儿也不热了哈 开吃喽 哎 这里的龙虾真的大哈 嗯 虾气都帮我们擒干净了 嗯 小龙虾一直都是很多朋友聚餐的一个标配 团界也特别适合吃小龙虾 因为不能玩手机 必须聊天和专心来吃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 有社交属性的一个美食 还真要吃 这游戏吧 你可以用旁边的配料 调七个怪味粥给大家当早餐 但是只有六个人可以吃到 等大家到齐了 就让大家选出那个不能吃的人 如果你被选中了 那你就看着大家吃 反之你就要吃掉一碗放料最狠的粥 这样吧我先调一碗最猛的粥 先来一个全家福那种好了 我这碗咬完粥都不见了 什么都有点 这碗中我给它加点小料 这是盐吧 小米辣 胡椒粉 蕾姜酸 这碗不知道谁吃 谁吃谁倒霉 就盐 但是正常搞一点吧 里面还是放一点温柔的粥 毕竟有新朋友来 好 最后一碗 今晚来个爆辣粥吧 干脆 好 然后青椒 差不多了 我应该期盼他们别选我 那我不吃吧 他们吃好了 好的 迪哥真的好遗憾 真是才让你吃一口 你尝一口这个 就是特别地道的柳州的那个早餐 你尝一口这个 就是特别地道的柳州的那个早餐 你尝一口吗 怎么了 是不好吃吗 怎么样 好辣 少加 因为这个料它不是正常的那个料 这个好辣 真的 远北 我没有吃过那么辣的粥 瞎说 老板是不是把家里的辣椒全部放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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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奇 你的粥什么味道 正常的味道 你吃得口重 是 那么多盐 好 我的有盐吗 好 我喜欢很咸的东西 巨咸 那个吃完肾衰竭的那个 对 你调的是不是 这粥是你调的是不是 我的这碗肯定是 是不是 是你整了 凯奇 凯奇 我尝尝到底啥味 你喝半年一点反应没有 这二号粥就已经很 二号粥 我编了号的 所以这七碗都用你调的是吗 我按照那个化学元素表 你先尝一口 然后你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 还好 我也想尝一尝 你刚才怎么吃的 我跟你说 我当然是觉得很咸了 难道我觉得是你整我的吗 我当然不吃 没有啊 OK 你以为这个店里的味道是吗 我以为你就是 就是这样子 那没有人说难道我说吗 薛凯奇忍下来了 薛凯奇忍下来了 这就是作为艺人的专业程度 只要在美食节目 吃到再恶心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美食的节目 难道我说 噢塞 怎么煮得那么难吃 我当然不能说 没有我正常 难道后来才知道 你是来整我的呀 我 我在说 要么这薛凯奇口特别重 我说这个头那么 盐是这样撒 撒完以后帅 美食节目专业一点呀 不会那个镜头拍到薛凯奇 还是给了那种美食节目的反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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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还来这个吧 告诉观众说你干 他没有 你太厉害了 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段视频 邀请各位一起欣赏一下 关于柳州的美食 柳州 美食云集 包罗万象 这座城市用它的兼容性 在饮食文化上也形成了 酸 甜 苦 辣 咸 香 臭 等多种特色的柳州滋味 喜辣 好甜 耐苦 爱酸 无论你是哪种吃货 都能在柳州这座美食花园里 找到自己的偏爱 各位吃货达人 今天就将作为百变吃货 打卡柳州美食的百种滋味 哇 哇 看起来就好吃 天哪 饿了 好香 他们这炸蛋好吃 美味 这感觉很好吃 闻得是香 让我们也有请 广西贵菜大师美食联盟 也会会找吴孟雪老师 为我们介绍今天的午餐菜品 以及柳州的美食文化 欢迎吴老师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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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菜大师 大家好 很荣幸今天能为 几位优秀的人 介绍一下我们广西贵菜 和我们柳州菜 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道 就是我们现在前面这一道 百香果排骨 百香果排骨呢 是采用我们本地土树 和我们广西柳州本地种植的 这个百香果 让百香果的果汁味 和排骨充分混合在一起 就是得到酸甜可口的水准菜 百香果排骨 选用肉质鲜嫩的排骨 加入百香果汁液精华焖煮 将排骨装入果壳灵芝 色香俱全 酸甜开胃 果香浓郁 老少皆宜 好吃吗 好好吃喔 天哪 吴老师菜都还没介绍完 这边骨头都涂完了 这道呢是 炸蛋 炸蛋 糖醋炸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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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广西一道民生在外的 治愈系美食 将鸡蛋炸至蓬松酥脆捞出 将每一个鸡蛋裹满糖醋酱汁 酸甜恰到好处 香儿不甘 口口爆炙 酸甜的味道在口腔内蔓延 迅速激活味蕾 丰富的层次感带来点点幸福 尝尝这个炸蛋 这个炸蛋要配那个螺蛳粉吃 对 吸的那个汁 对 这个很下饭 这有点像我们四川的豆瓣鱼 这个非常好吃 你们这个酱不错 好 下饭 干烧柳江鱼 柳州是个鱼米之乡 柳州人对于江鲜的喜爱 早有耳闻 无论是朋友宴情 还是家常聚餐 干烧鱼几乎是必备菜肴 选用上等人工养殖的肥美鱼鲜 作为主食材 鱼皮鲜炸后煮 去腥增香 吸满汤之后 又酥又香 外酥里嫩 甘香可口 好香啊 我觉得这个鱼真的还不错 看起来像四川豆瓣鱼那种做法 但是你们这边又有你们自己 独特的一种酱料 特别特别下饭 好好吃 这道是和香蒸盘龙扇 精选活油扇鱼 开边去骨 改花刀 加入特调的提鲜酱汁 腌制改好花刀的扇鱼 正行五至八分钟 用鲜荷叶打底 装盘蒸制三至六分钟 使荷叶清香味 和扇鱼的鲜味融合一起 味道鲜香嫩滑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要吃 然后这个是芋头扣肉 芋头扣肉 芋头扣肉 这个一看就好吃 哇 鸡 烧鸡 烧鸡 好好烧鸡 脆烧鸡 哇 好好吃啊 开动 那开动吧 来 来 红薯菜吧 这是 这也有点吃红薯叶子 来 来 谢谢 扣肉吧 他一定要带肥肉才行 对啊 这是这边的做法 一块肥的一块一块芋头 一块芋头 这扣肉吧 他一定要带肥肉才行 那很好吃 对啊 这是这边的做法 一块肥的一块一块芋头 今天不论是百变吃货 还是辛酸吃货 大家都实实在在品尝到了柳州的美食 请每位吃货达人说说自己的感受吧 今天我们一天相处下来 我觉得大家 可能是我心眼子太多吧 就觉得大家都很坏 但是我唯一认定的好人 结果是坏人 这就想象到了今天早上那句话 人生百态 不是 我今天作为卧底 我对不起你 皮皮 还装 还装对不起我 你可开心了 还装 但还是蛮好玩的 今天我们吃全螺燕 对 螺丝燕 螺丝燕 所以有哪个菜你觉得是我们必吃 这道菜是我们的螺肉的烤串 柳江河里面有很多鹅卵石 我们把这个鹅卵石全部加热烤热以后 再把这个烤的螺肉全部放在上面 用鹅卵石的温度来烤制它 对 好好吃 我们现在柳州人吃螺丝 都不用牙签的 是直接缩是不是 对对 缩螺丝不是撩螺丝 缩螺 用牙签的都不是柳州人 但是我们真的不太会缩螺 试过很多次说不出来 对 他不是慢慢的缩螺 用力 就一下是吧 对对对 嘴对准然后一吸 用力突然 趁他不备没反应过来 对突然 真的没有这 对老师真说不出来 坏坏坏坏坏 你的速度对了 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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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出来了出来了 老师别夸我我不禁夸 大得更加容易 拿这道螺丝鸭脚包 螺丝鸭脚包 用螺丝精心熬制出一锅螺丝酸汤 再搭配上油炸的鸭脚 一饱食味 酸笋 酸香醇厚 鸭脚表皮焦香 烫至浸透 软烂入味 是来柳州必打卡的一道美食 它鸭脚做得好像豆皮 皮都全部软了 一缩就滑下来了 巨好吃 那老师像这个 像汤 那个叫什么芝麻饼的那种 咬下去 麻圆 我们这里叫油堆 我们小时候 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 这么好的这个东西 壮家精斩螺肉松 是广西壮族民间的一个小吃 螺肉风鱼细腻 味道鲜美 营养价值高 把螺肉炒制好 装进油堆中 口感软糯鲜香 食用更具柳州风味 哇 好好吃 有点糯的 它有一些笋的一些脆脆 小脆脆 好吃 中间这道菜 我们柳州人说叫螺丝鱼 螺丝可以把那个鱼的鲜味提出来 两个结合在一起 焖制以后鲜上加鲜 很嫩 好 让我们谢谢陈老师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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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爽 我们每个人选择面前的一道菜来推荐一下吧 我推荐亮螺肉 因为他跟我的歌名藏起我很像 哈哈哈哈 他用芋头把螺肉藏在了里面 哇看到了之后我就特别想到一首歌 来唱 好 阳光逼退角螺 你看阳光逼退角螺 螺丝的螺 所以说我觉得这道菜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好 我们一起吃青 支持刘维的新歌长齐我 谢谢大家 支持 我推荐这个鱼吧 这个鱼分量挺大的 可以 好 十层 够一家四口来品尝 对 新菜笔记高 哇 为大家准备的本地特色酸笋无鸡汤 酸笋炒牛肉 柳州龙水有名的特色小吃烧炙 胡龙酥 以及为大家准备的本地特色螺丝粉 哇 这个炸蛋有点牛啊 哇 哇 螺丝粉一定要加炸蛋 它可以吸那个汤汁每一口都爽得不得了 真的 很多时候是因为那个炸蛋去那家螺丝粉店 一定要整个泡进去 现在的朋友们 你看这个炸蛋泡了这个螺丝粉的汤头之后 绝美 每一口都是饱满多汁 一定要吃这个 哇 本的劲道刚刚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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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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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特色美食 哦 我们今天晚餐这七道菜分别是由你们每一位选择的配菜制作而成 还真是你们看 空心菜 补竹窝 螺丝肉 啊 大家吃吧 哇这小鱼很好吃 这小鱼肠肯定喜欢 啊 周木仔的小鱼肝 肉外面也包成肉 但我以为这个是螺 我不知道这个也是螺丝 塞的 他们这喜欢做酿菜 塞了肉进去的 但今天我们真的是接触螺丝最猛的一天 真的什么都是螺丝 这一年螺丝的量子今天一天都达标了 我们今天的利益也特别好用螺丝来串联整期节目 然后让大家知道柳州其实光是一个小小的螺丝就可以把它做出这么多的花样 人家吃螺丝有这么多年的一个历史了 所以说可能让之前本身没有那么了解柳州的朋友可以知道柳州其实也有它的美景在有它的美食在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